左手一个蛋,右手一个腰 是时候补一补了 美食店内容,美食天天见 哈喽大家好,我是熊二 大夫 龙岩的烧烤哪家墙 带你们看看这家川二代 这家店的那种辣椒 我跟你讲真的是绝了 这是芬哥的爸爸 这边是扫码点餐 不废话,咱们直接看菜品 先上来了一部分 哇,我实在是冷不住 本来像冷太奇了一起拍的 滋啦滋啦冒油,谁说得了 这一个是掌中宝 这么大的掌中宝见过没有 芬哥来吃 这家川二代的味道是真的绝了 它辣椒真的太香了 摸起袖子干 这是胸口油 这个胸口油看上去有点肥 但是吃起来一点都不腻 很脆 而且油脂特别香 哇,嘴辣香 烤大虾 就问你馋不馋 这个是盐烤的 表面上还有一层薄薄的海盐 干香干酱的 虽然它很干 但是很入味 可口都不太想放过 太小了 哇,太好吃了 男人哪个不喜欢吃点豆腐呢 这个包浆豆腐 我跟你讲里面超级有内涵 口感一级棒 豆腐都吃了 我们来喝点花酒 这边总共有四种花酒 特别好看 而且有种花香 一样一种果香 好甜啊 女孩子肯定会喜欢喝这个 这个辣椒老板说 他是去四川 找了半个月的时间才找到了辣椒 真的,我觉得这个辣椒 是我吃过的所有辣椒里面 香味最足最有特色的一个 嗯 牛肉特别嫩 哇,主要就是这个辣椒实在是太香了 很辣 但是也不是受不止的那种辣 主要是那种香辣味 把这个吃了会上瘾 我记得好好吃 有点辣,但是非常好吃 哇,这辣椒超级爽 很辣 这很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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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麻又辣又香 都比巴马嫩了 龙原之家城外的真的是太好吃 合列 兄弟们来 喝花酒 我先挑一个大的 这个生蚝是真有分量 我发现这家烧烤店 所有东西 不管是串串还是烧烤 它的味道 它的辣味 调得特别好 这个蒜汁的味道也好香啊 两个字 正点 来 芬哥 再来一个 浓烟能吃到这样的时候 真是过关 真的是很不错的 嗯 它的蒜汁半生猫猪啊 哇 真的 左手一个蛋 右手一个腰 是时候补一补了 这个是羊蛋 嗯 口感比那个肉要软一点 一点绵绵的感觉 它是微辣的 嗯 记住这个吃的特别补 嗯 看看这个羊腰子 哇 哇 这绝对是真要的 很上头的味道 很补的味道 哈哈哈哈 哇 真的过瘾 没有猪蹄的烧烤是没有灵魂的 美食嘛 无非就是色香味 色给你们看了 香跟味 我来替你们尝一下 哇 很软啊 嗯 烤得太香了 嗯 我还是得夸一遍它这个辣椒 这个辣味是我吃过所有辣味里面 最正的我觉得 嗯 好了朋友们 那我们今天视频到这里咯 这家店叫做川二代 在国贸天请玩对面 杨真副的楼下 真的 这边的烧烤就两个字 正点 真的正点 喜欢吃辣的朋友 一定一定会喜欢上这个味道的 感谢你的观看 那我们下期见 拜拜